大家好,新的一年,欢迎大家收看Angular.js从入门到实战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学习第七课。 好,我们第七课的内容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Angular.js当中表单的开发,一些基础的应用。 我们上一集给大家留的家庭作业就是让大家自己用一个Angular.js的表单。 然后我们会给大家演示一些简单的表单提交数据的一些操作,以及一些表单元素的绑定。 最后是给大家讲解一下初始化表单,也就是每一次我们表单提交数据之后,要初始化表单这么一个操作。 当然如果是用post这种方式,就不存在这个初始化表单的操作了。 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用HX去提交数据,提交表单。 好,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创建一个简单的表单提交。 我们这个表单就给大家用完善个人信息这样一个实际的业务需求去创建。 好,我们回到大码界面,首先我们来在body当中新建一个html的标签,form。 然后我们在form当中写入一个ng-submit-post-form,提交表单。 在controller当中,先把这个方法写好。 这个post-form当中,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把表单当中的数据以HX的形式提交到服务端。 好,然后我们在form表单当中新增。 我们用ul这个标签来形成它的结构。 第一行。 提示表单的输入内容。 首先我们需要输入的是用户名。 然后紧跟着一个input标签。 然后是ng-model。 好,我们这边需要写入form。 也就是我们这个表单的user name。 好,我们拷贝这一行。 第二行我们需要输入nicen。 然后我们在这里修改。 移称nicename。 然后我们再输入一个年龄。 edge. 定义了这三个文本输入框。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需要添加进来。 我们依然是新增一个li标签。 然后 我们加入一个input标签。 type为submit。 value 我们写提交。 我们在control当中定义。 scoop.form 为一个空对象。 好,这边我们有一个错误。 需要写成scoop.postform。 然后我们在这个下面,表单的下面,定义一个Ul。 然后用li 将每一个input当中的值显示出来。 你直观地看到表单数据的变化。 好,首先是用户名。 然后我们拷贝这一行。 nicename。 age。 好,我们保存代码。 在post当中的时候。 设置一个变化。 将form console.log出来。 好,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 用户名当中写入 李大伟。 昵称写入 tmi。 年龄30。 好,然后我们切换到consore标签。 点击提交。 我们这边发现提交没有效果。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好,我们这边的问题其实出现在这个地方。 ngsubmit。 我们这边写的是postform。 knockout.js 这个框架用多了之后, 跟angular.js在使用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混淆性。 angular.js当中, 这里需要写入方法名加上括括号。 不是括括号,就是一个括号。 这样子才能起到效果。 好,我们这边把框号补上。 然后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好,继续在用户名里面写入。 李大伟。 昵称。 tmi。 年龄30。 好,我们这边的下面 已经显示出我们文本输入框当中的值发生的改变。 然后我们再点击提交按钮。 好,我们这边看到。 我们consult logo出来的这个form的对象, 显示出来的use name, 昵称, 还有年龄显示在这里。 好,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表单数据提交。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示更多的表单的元素。 好, 首先给大家介绍checkbox。 这是我们在开发表单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个元素。 好, 我们拷贝这一行li。 我们这边的checkbox呢, 是已婚, 是否已婚。 好, 我们这边的type改成checkbox。 分析model为 is married。 然后我们在这个uli里面加入一个li。 然后用来输出已婚这个字段的值。 is married。 好, 我们这边的i用大写。 保持一致。 好, 模糊的代码这页面刷新。 大尾 tmi 30 好, 已婚 点击。 我们这边看到 checkbox选择了之后, 这边的值就变成了true。 点击提交的时候我们也看到 这个属性 is married 为true。 然后取消它为false。 再次提交。 好, 我们这边的值也变成了false。 这就是checkbox。 好, 我们再次回到大码界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radio button。 我们同样的复制这一行li的标签。 然后 接下来 写入 喜爱的动物。 好, 我们接下来 要把这个input 拨为两行。 type改成radio。 ngmodel是 love的animal。 喜爱的动物。 value。 喜欢狗。 还是喜欢猫。 然后我们在这个li下面, 再加入一个li。 显示喜爱的动物。 好, 我们保存代码回到页面。 刷新。 好, 这里我们看到 点击ready button之后 会显示不同的爱好。 然后我们还需要在后面加入一个 文字。 这样才符合正常的 对。 我们这边看到 ngmodel当中 value的值为狗, 另外一个value的值为猫。 选择不同的value的值, 我们这边的这个 love的animal的值 就会发生改变。 好, 我们来到代码界面。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html的元素。 平常用到的概率会更高, 就是一个select 下拉选项框。 好, 我们拷贝这个li的标签。 这个下拉, 我们这个下拉选项框呢, 设置的是 所居住的城市, 居住的城市。 会有三个选择。 北京, 上海, 广州。 好, 我们这边 就直接将这个删除, 新增一个select html人数。 然后, select当中 要新增一个ngmodel。 form.locationcity所居住的城市。 然后我们新增几个option。 第一个城市。 第一个城市。 北京。 第一个城市。 北京。 然后我们新增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在这个li下面拷贝一行,把locationcity复制进来,然后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你这边看到,居住的城市是上海。 好,我们选择这个上海之后,locationcity就变成了上海。 但是我们在定义这个select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在angular.js当中来定义这个下拉选项。 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这个下拉选项,它并不是固定的。 那我们可能从服务器端拉取这个下拉选项的一些选项的值。 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在controller当中去定义这个。 首先,定义scoop.form.locationcitylist。 定义一个数组。 这个对上数组。 拥有id 上海 好,我们这边写text为上海 value 也为上海 那通常的情况下,我们的value可能在数据库当中不会存这个上海的中文字,可能是会存像sh这种代号 好,当然我们这边只是为了举例,就依然写上海这个文字。 好,好,我们拷费这一行。 最后的都要去掉。 第一个是北京 最后一个是广州 然后我们在select表现当中写入ng-options Opion Opion 等于 obj Object 然后 text List as object value for obj form.location city list 然后我们将这个HTML的元素删除 好,然后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回到页面,刷新 我们看到这边选择上海 然后我们的location city也变成了上海 再回到代码界面 所以像我们这边的location city list 这里面的数据 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很可能是从服务端获取过来的 而这个样子的话 就没有办法使用 之前我们在这个select标签当中 写死了HTML的options这个标签 来实现 好,这就是我们的select下拉选项卡 我们这边对于这个下拉选项卡 其实还有一个可以优化的点 举手之劳 但是效果会非常明显 那就是这边选择居住的城市 我们这个下拉选项卡当中是一个空白 而这个时候在正常的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写入一个 请选择居住的城市 这样一句提示语言 那我们在select标签当中 新增一个option Value 设置为一个空字符传 然后写入请选择城市 好,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好,我们这里看到 这就是我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最应该实现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的话 用户在填写表单的时候 会更清晰的看到 所要选择的这个城市 应该做什么样的操作 这是一个优化的建议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怎么样去在提交完这个表单之后 初始化我们这个表单的值 把它恢复到默认状态 你在controller当中定义一个 scoop forminitobj 就是一个初始值的对象 它里面也拥有username 空 nickname 也为空 其余的几个属性 可以不用设置 好,然后我们在postform 这个方法当中 假设上面的control console.log scoopform的值 就认为是提交到了服务端 那我们在最后 就来清理这个 form表单的值 将它恢复到原始的状态 我们这边只需要写入这样一句话 scoop.form 等于angular 点copy 将我们这个forminitobject的值 写入 好,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 输入用户名 一个大尾 昵称 team 030 已婚 喜欢狗 居住城市上海 点击提交 好,我们这里看到 在提交完了 console.log当中 显示了我们在提交的 表单的数据 然后 我们的初始化 整个表单的结构 已经都回复到了 默认的这个状态 好,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 详细的内容 在本节课的最后 为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 本节课的家庭作业呢 其实是为下一节课 做一个给大家一个预期的时间 就是大家去看一下 Angle.js 表单的验证 看一看 表单验证 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好,我们再回顾一下本节课的内容 本节课先回顾了上一节课的家庭作业 其实也就是让大家去建议 自己去写一个简单的表单 然后去提交 然后给大家演示了一个简单的表单提交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了 其他一些表单的元素 然后最后 给大家介绍了 在提交完表单数据之后 初始化表单 这样一个操作 好,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